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驚奇隊長 啊不是 我是說殺戰 Shazen 前幾天我在超地方的影片裡面學到一件事情 他裡面講說 Jordan Piel 這個我們還有逃出絕命症的導演 為什麼能從一個喜劇演員變成一個優秀的恐怖片導演 是因為喜劇片跟恐怖片這兩種片種 在許多地方是有共通點的 因此我們在上個禮拜看到擅長喜劇的導演 拍了很棒的恐怖片 而這個禮拜我們要看到擅長恐怖片的導演 拍了很棒的喜劇片 我是昨天晚上去看這部電影的特映的 非常謝謝送我票的那位朋友 有鬼關燈 安娜貝爾召孽的導演 David Sundberg 指導 Zachary Levi Mark Strong 主演 這可能會是我們看到的最後一部DCEU的電影 我們希望你不會太遲 但這部很不DC的超級英雄電影 的確打了一隻拳雷打 最終惡得超級英雄 因為他真的實境年齡只有中學二年級 劇情敘述 主角Billy Batson 是一位15歲的少年 他是一個不斷在逃離寄養家庭的孤兒 一直在尋找自己生母的下落 有一天他遇到了一名巫師 這名巫師賦予了他神奇的力量 讓他只要喊出Shazan的名字 就會出現一道閃電 然後變成一個高大威猛的超級英雄 而他必須要和同個技術家庭裡面的兄弟姐妹 一同對付這個邪惡的反派 Dr.Shivana Shazan Shazan這個名字 他代表著六個神明的力量 包括了所羅門王的智慧 海克利斯的力氣 阿特拉斯的耐力 咒思的力量 阿基里斯的勇氣 還有墨丘利的速度 沒錯 所羅門的智慧 基本上《殺戰》這部電影 我覺得有點像是前年年底上映的 野蠻遊戲瘋狂叢林這樣子的感覺 你可以說他作為一部電影 沒有什麼突破或者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中規中矩的表現 也可以說他作為一部娛樂商業電影 什麼都做對了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 查克史奈德時期的DC電影 不得不說我比較喜歡 偏向陰暗的超級英雄電影 有那種人間神話的感覺 但《殺戰》這樣一部讓人愉快的喜劇英雄片 真的是讓我看得很開心 我欣賞這樣子的電影 他很清楚的就是要給你輕鬆歡樂 但不隨便也不低俗 演員表現得很精彩很有趣 這個等等再講 劇本則給我很多的驚喜 同時也帶有情感的厚度 整部電影的核心很完整很清楚 然後也打破了先讓英雄救貓咪這樣子的 超級英雄電影公式 基本上我對《殺戰》這個超級英雄 沒有太多的了解 只有我在看《正義聯盟》的卡通動畫的時候 偶爾這個角色會出現 《殺戰》這部電影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主角的設定 因為他就是一個15歲的男孩 突然變成了一個大人的樣子 的確很像野蠻遊戲瘋狂叢林 也很像他們漢克一部經典的喜劇片 叫做《飛進未來》 也是在講一個小男孩 突然變成了一個大男生的樣子 這部電影裡面也有一個橋段在跟他致敬 這個主角他能夠變身成大人的樣子 但他的本人還是一個小屁孩 這之間的反差就很有趣了 幾乎每一場戲都圍繞在這上面 一個在心智上面沒有長大的大人 除了能夠突然之間滿足自己小小的夢想之外 但根本沒有辦法處理重要的事情 比如人際關係 或者做出什麼大事來 還是要經歷什麼讓人足夠震撼的事情 才能夠讓人一夜長大 這點好像在《蜘蛛人返校日》裡面也出現過 只不過 Peter Parker就是一個很熱心 想要當超級英雄的人 而Billy Madison更接近真實的我們 只是想要藉由超級英雄的形象 去獲得一些好處 也因此在這部電影當中 就產生了很多的笑料 Zachie Levi 這個原本只是雷神索爾中的小配角 或者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他是幫魔法奇緣的男主角配音的那個演員 Zachie Levi 他演得真的很成功 不是說他可以入圍到最佳男主角之類的 但他的表現非常完美 完全有把實際年齡只有15歲的超級英雄這樣子的角色詮釋出來 死士是很有態度的反英雄 而沙戰在他的詮釋底下 很多時刻就是一個智障 可是你也不會覺得他耍白癡耍得太超過 畢竟他的角色就是只有15歲 我覺得是很成功很適合他的 而相對於要飾演Billy Beddison原來的樣子 現年只有16歲的 Ash Angel 這反而要負責比較多情緒起伏的戲份 他跟激養家庭的這條線 絕對是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意外的收穫 跟我們正好相反的 什麼是家 什麼是一家人 是這部電影的劇情核心 也是反派和主角的對應關係 其中有一場這個主角去見一個人的戲 我真的想不到一部超級英雄電影 可以看到這麼有情感厚度的劇情安排 這絕對是這部電影的亮點 對我來說是可以把這部電影 網上拉一個評分的理由 然後竟然是由這個小演員去完成這場戲的 我非常的喜歡這個激養家庭 我相信你們去看的時候也一定會很喜歡 這對爸媽真的是太棒了 他們讓這個拼湊起來的家庭 有很多的溫暖、耐心和愛心 尤其是這個爸爸 好險主角不是被布魯斯維恩收養 下場都不太好 然後這個家庭的每一個小孩都表現得很可愛 也還有一個很正的姐姐 但如果要拍下一集的話要怎麼拍啊 他們就會變成怪奇物語第三季預告裡面的那個樣子了耶 其實好像有一陣子沒有演反派的Mark Strong 這一次從綠光戰警的老星變成了沙戰裡面的西瓦娜博士 一開始還蠻給人震撼力的這個角色 但到後來看著他被幾個小孩欺負的情況 就有點小鬼當家裡面壞人的感覺了 這個反派看起來並不如漫畫裡面那麼的有智謀 對這部電影裡面的人都沒有太聰明 他還是成了這種滿街都是的超級英雄電影裡面的弱化壞蛋 這大概會是這部電影最大的缺點 但以這部電影合家觀賞的取向 我想這個壞人在對付這些小孩為主的主角群師 他好像也不能做什麼太壞的事情 好像也耍狠不起來 真的只能嚇嚇他們而已 原則上我覺得這是一部很棒的娛樂電影 講述大家都懂得家庭價值 沒有什麼要再去深思的 或者是爭議的話題 或者是政治意涵 殺戰就是一部大人開心 小孩開心 你開心 我開心 確定很不明顯 然後大家都會很開心的電影 只要你不要對他有什麼過多的要求 人物精彩 關係清楚 劇情推展順利 情感面也有到位 幾次變身的時刻也很令人振奮 當然有很多的笑料 有很多DC男英雄的梗 也有講到一點點現代的年輕人 跟網路之間的關係這件事情 殺戰重點整理 這是一部絕對值得一看的 合家觀賞的喜劇電影 歡樂一百點的超級英雄片 劇情的核心是家庭 是家人 讓我們去思考 非一般家人的意義 有兩個片尾段落 最後一個非常的GY 有看過水行俠的 一定要留到最後 特別推薦給 跟我一樣 還知道地板鋼琴梗 的你去欣賞 殺戰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 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 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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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做到 我們下支影片 可以看到一部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